专注于带来潜力球员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今天虽然魔术以102比1115输给尼克斯 本赛季开季后遭遇四联半 战绩为零胜四负,在东区垫底 但本届状元秀PoloBanko却继续着他的得分表演 他在本场比赛中13投6中,罚球11罚9中 得到21分4篮板两注攻两抢断的数据 失误仅为一次 这样的表现也让Polo成为NBA历史上第七位 能做到职业生涯前四场比赛 均拿下20加得分的新秀 相比起前几年魔术队的高顺位新秀 Polo在数据端更加有保障 作为一名技术全面且可以持球攻击的大个子球员 只要给他相应的球权和战术 他总能想到办法将球送进篮筐 实在不行也可以造犯规 其实本场比赛魔术上半场打得还可以 和尼克斯能做到你来我往 可惜第三节被干了一个31比23 分差被拉到两位数 一号位的两名伤员让魔术缺少重要的后场组织者 尤其是Jalen Saks 我们之前刚刚说完他不太会保护自己 最近就又伤了 对于进入NBA后一直输球 Polo也很在意 毕竟他从小到大基本上都是赢家 并不习惯于失败 但他也理解球队的化学反应 需要一步一步建立 魔术如果真的那么好 也不会选中他了 Polo说这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还有78场比赛要打 接下来我们得在球场上 注意力高度集中 下一场比赛的对手是骑士 我真的想在他们头上拿下一胜 这不会轻松 因为对手不会同情我们 我们需要去自己争取 同样也在今天 本届新科探花Jabari Smith Jr.也打出了进入职业后的最高效的一场比赛 他在火箭椅118-114战胜绝世的比赛中 全场10投6中 3分球5投3中 罚球6罚6中 砍下了21分9篮板2助攻3封盖的数据 失误仅为一次 当Jabari在外线找到手感时 整个火箭队的进攻威胁会更大 他的空间感让对手无法轻易去包夹 Jalen Greer和小波特 本场比赛Jabari也因此而多次受益 获得不少空位投篮的机会 当然除了投篮方面的高效表现外 Jabari的几次护框也很棒 一次挡拆下顺的攻框扣篮 体现了他过人的身体素质 此夜火箭三少的威力出现 小波特和Jalen Greer也分别砍下了26分和25分 虽然过程中也有小争吵 但是为了赢球 对势不对人 至于17顺位行手Terry Eason 则贡献了11分9篮板 在对手犹他正中 有Jabari奥本大学时期的好搭档 白眼是沃克凯斯勒 虽然本场受制于犯规问题困扰 没有获得太多表现机会 但他赛季前三战军打得不错 有差不多场均20分钟左右的上场时间 得到8.3分 8篮板 1.7助攻 两封盖 这位身高7尺213公分的白人内线 拥有一手封盖绝活 大二赛季场均贡献 11.4分 8.1篮板 1.1抢断 4.6封盖 还有过两次包含封盖在内的三双表现 包括单场砍下16分 11篮板 10封盖 和12分 11篮板 12封盖 赛季后他也当选了 奈史密斯年度最佳防守球员 开思了靠着精英级别的护框能力 已经挤进了绝世的轮换 这对于一个一轮22顺位的新秀来说 算是个不错的开局 这两天NBA官方的首周新秀排名将会出锣 不出意外的话 炮老和贾巴瑞都会榜上有名 而步行者六顺位新秀 马斯维 班尼德克马斯瑞 则有望挤进三甲 他本赛季至今代表步行者出战四场比赛 虽然全部为替补 但场均可以打27.3分钟 贡献22.3分 5.8篮板两助攻 投篮命中率超过48% 三分球命中率达42.4% 显然已经是一名合格的NBA主要轮换级别的球员的表现 马斯瑞的弓箭和外线发炮能力突出 在球场上永远信心十足 算步行者开季至今 也仅取得一胜三负战绩 但马斯瑞的成长前景被普遍看好 因为他将会是步行者 未来冲击季后赛的重要倚仗 所以你们这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